猎王记下第二十二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,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,她母亲名叫耶底大,是波斯家人雅大雅的女儿。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,请她阻大为一切所行的道路不偏左右。 约西亚王十八年,王差前米书兰的孙子,雅撒利的儿子,书记沙帆到耶和华殿去,吩咐他说, 你上去见大祭司希勒家,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,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,结算清楚。 教给办事的,就是耶和华殿里督工的人,让他们教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,好修理店的破损之处。 就是教给木匠,建筑工和泥水匠,去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,修理店鱼。 将银子交在那些人手里,但不与他们算账,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可信。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帆说,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 希勒家将书弟给沙帆,沙帆就读了。 书记沙帆到王大里,回父王说,你的仆人已将殿里所有的银子倒出来, 交给办事的,就是耶和华殿里督工的人。 书记沙帆又告诉王说,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 沙帆就在王面前诵读那书。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,便撕裂衣服。 王吩咐祭司希勒家,沙帆的儿子雅西干,米干亚的儿子雅各波,书记沙帆和王的臣仆亚撒亚,说, 你们去为我,为民,为权犹大的人。 以所发现,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,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, 没有照着书上所写关于我们的事去行,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 于是,祭司希勒家和雅西干,雅各波,沙帆,雅撒亚,都去见女神言者忽勒大,忽勒大使馆礼服的沙龙的妻子。 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,刻霸的儿子。 忽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,他们把事情告诉了他。 他对他们说,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,你们对那差遣你们来见,我的人说。 耶和华如此说,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诵读纳书上的一切话,降祸与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。 因为他们离弃我,向别人烧香,用他们手所做的一切惹我发怒,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方发作,总不熄灭。 然而,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,你们要这样对他说,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,至于你所听见的话? 就是我指着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所说,要使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变为荒凉,并受咒诅的话,你依听见便心里柔软,在我耶和华面前自卑,又撕裂衣服,在我面前哭泣,因此我就应允了你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为此,我必使你归到你列祖那里,你必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里,我要将与这地方的一切灾祸,你也不至亲眼看见,他们就回父王去了。 猎王记下第23章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掌老到他那里。 王和由大众人与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,并祭司、身严者和所有的百姓,无论大小,都上到耶和华的殿,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约书中的一切话,念给他们听。 王差遣在住旁,在耶和华面前立约,要全心全魂跟从耶和华,棘手他的诫命、法度和律力,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。 众民都一同立这约,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们并守门地将那魏巴利和亚瑟拉,并天上万象所造的一切器皿,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去。 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,把灰拿到伯特利去。 从前,犹大祝王所历拜偶像的祭司,在犹大成义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,现在王都废去,又废去向巴利和日、月、星宿,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。 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向搬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那里,在吉伦西坟烧,捣碎成灰,将灰洒在平民的坟上。 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鸾铜的屋子,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卦士的地方。 并且从犹大的成义带众祭司来,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,从加巴,直到别是巴,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,这些丘坛在一载约书雅的门口,进城门的左边。 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,只在他们弟兄中间赤无较饼。 王又误会心嫩子骨的托匪特,不许人在那里,使儿女精火献给摩洛。 又将犹大猪王在耶和华殿入口,在圣殿区域内靠近太监拿丹米勒的屋子,向日头所献的马费去,且将献给日头的车用火焚烧。 犹大猪王在亚哈斯楼顶上锁竹的坛,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锁竹的坛,王都拆毁了,从那里迅速搬走,把挥盗在吉伦西中。 从前,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,在毁灭山右边,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塔路,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摩,亚门人可憎的神秘勒公所住的丘坛,王都误会了。 又拆毁住相,看下亚舍拉相,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些地方。 还有伯特利的坛,就是那时以色列人犯罪,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住的丘坛,连这坛并丘坛,他也拆毁了。 他将丘坛焚烧,打碎成灰,并焚烧了亚舍拉相。 约西雅转身,看见山上的坟墓,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,烧在坛上,污秽了坛,正如从前神人所宣告耶和华的话。 约西雅问说,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? 那城里的人对他说,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,预先宣告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,这就是他的坟墓。 约西雅说,由他安息吧,不要让任何人挪移他的骸骨,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,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深沿者的骸骨。 从前以色列驻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庙,惹动耶和华的怒气,现在约西雅也都废去了,并照着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,处理这些庙。 他又将那里丘坛的祭司都宰杀在坛上,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,然后回耶路撒冷去。 王吩咐众迷说,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,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。 自从适时治理以色列人的日子,和以色列王由大王在位的一切日子以来,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。 只有约西雅王十八年,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。 凡有大帝,和耶路撒冷所建交轨的,行巫术的,家中的神像,偶像,并一切可增之物,约西雅尽都除掉。 为要成就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之书上所写律法的话。 在约西雅以前,没有王向他照着摩西的一切律法,全心,全魂,全力挥转归向耶和华,在他以后,也没有一个王兴起向他。 然而,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没有转消,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。 耶和华说,我也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,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,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,和我所说,我的名必立在那里的殿。 约西雅其余的是,凡他所行的,岂不都写在犹大诸王记上吗? 约西雅年间,埃及王把老尼戈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,约西雅王出去接战。 埃及王在米吉多看见约西雅,就杀了他。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死尸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,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。 由大帝的民选娶约西雅的儿子约哈斯,高了他,立他接续他父亲做王。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,年二十三岁,在耶路撒冷做王,三个月。 他母亲名叫哈木塔,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是照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 法老尼戈将约哈斯所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,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,又法由大帝银子一百他连得,金子一他连得。 法老尼戈利约西雅的儿子以利亚靖接续他父亲约西雅做王,给他改名叫约亚靖,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,他就死在那里。 约亚靖将金银给法老。 他向纳地的民征税,好照着法老的命令缴纳银子,他按着对个人所估定的,向纳地的民索要金银,好给法老尼戈。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,年二十五岁,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,他母亲名叫西布大,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。 约亚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是照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